贵州省碧杰市大方县顶新乡90后小伙杨晨 2015年从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毕业后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开始创业 5年时间从一人创业种植食用菌 到如今吸纳当地62户村民入股 年带动600余人自务工 杨晨靠着在大山溶洞里种植食用菌 带领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在杨晨的记忆中 顶新乡条件落后产业匮乏 为了维持生计 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为了改变家乡穷苦的环境 进入大学后 杨晨便下定决心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 结合专业知识与家乡的自然条件 他开始寻找相关可发展的产业 就大了的时候 我就开始对食用菌这一块 开始做这个准备 原因就是咱们这食用菌 就比较利于这个推广 因为我们农村这一块 就是这个农住物的下降料 就比较多 那么就很适宜就是农民的这个栽培 同时就是在做这一份 像准备之前 就是我们学校里面 就是有这方面的食用菌栽培学 同时有这样的一栋楼 作为科研的一个基地 同时有我们专业的教授 他们来进行指导 多年的充足准备 让杨成的食用菌种植很快发展起来 不少村民也参与到了产业发展中 杨成开始着手扩大产业 产业的扩大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且食用菌种植对温度有很高的要求 找一个更大的场地 投资资金较少 环境更适宜的新地方 杨成将目光投向了当地的天然溶洞 洞里面虽然说大部分达到这个要求 但是它的光线不满足 因为洞里面比较黑暗 同时它的氧气 我担心当时就是氧气不充足 满足不了我们的生产需求 所以对洞口洞中还有洞内部 做了一个初故试验 经过前期实验成功后 杨成和当地的村民 很快将通往溶洞的道路打通 并对溶洞内进行了简单的基础改造 在溶洞内加装照明通风装置 满足食用菌的生长需求 杨成也根据食用菌的生长习性 进行了不同种类的种植 我们就针对于洞内洞外洞中 它的二氧化碳与氧气之间的含量 我们针对于每个品种 它对于氧气还有二氧化碳的需求的不同 我们来安排不同的品种来进行栽培 食用菌在种植中产生大量 对环境造成影响的菌磅 如何做好菌磅的后期处理工作 杨成将新的产业融入了进来 形成了循环利用种植 就很污染我们的环境 同时料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另外一个品种 就是由中药材叫盐黄莲 我们就是通过把食用菌的非旧菌料 作为盐黄莲的肥料进去栽培 通过五年发展 杨成吸纳了62户村民入股 带动了近134人增收 结合流产土地分红 就近务工等形式 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收入 我的工作老板给我开一天120块钱 所以上下来如果满期的话 一个月可能有4000多块钱左右 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后这个产业在我们当地的话 相对来说应该是已经相当大了 而且已经照顾到周边的一些老百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